选举要得胜 你就要看 谁有能力 短时间清理战场再战 而不是在那边拖拖拉拉 久拖不绝的结果 你把党的声势 把政治人物的声誉 完全赔送进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华 可以这么说吧 民进党是国民党的对照 为什么我要讲 民进党是国民党的对照 赖清德在民进党大败之后 一马当先出任党主席 我们现在看 民进党的历任党主席 从施明德到卓龙泰 纷纷表达支持 赖清德之一 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我们不要低估了民进党的任性 民进党 他虽然治理无方 但是他很会选举 那很会选举 他的真正的关键 就是两个字 叫团结 我们知道 无论从施明德 林毅雄 然后到 游锡坤 到苏贞昌 还有一个 卓龙泰 这些历任党主席 多多少少 对蔡英文 是非常的不满 可是当民进党 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 这些党主席 都会凝聚起来 对于赖清德 予以支持 除支持以外 还打气 所以国民党的对照组 民进党 历任党主席 我们可以说 他们对于当权者批判 不予于利 可是一旦到生死存亡的时候 都是一致对外 那反观国民党 对民进党 可以一致对外 可是他面临 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他喜欢搞内斗 这个大概是党性不同 讲到党性 这里我就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 朱立伦 对郭台铭也好 对侯友宜也好 在春节前夕 他们都有密切的接触 也有密切的联系 当时双方都说好 几个原则 你选 我不选 可是现在 各位看看 一旦形势 大好的时候 这些所谓的原则 统统不存在 个人只是想到 自己的利益 反观民进党 你赖金德上台 放了三把劫 第一个 他马上迅速去割 林志坚 你不惜清军策 打脸菜英文 他也要做 为什么 因为在大选 林志坚的问题 不能够成为 一个大选的主题 赖金德非常清楚 纵然 蔡英文 不高兴 不喜欢 不愉快 赖金德都要做 那第二个 就是 他虽然没有办法 解决反黑金的问题 但是他至少让 黄成国 不要参加中常会 就是直接剥夺了 黄成国 参与党务的权利 那甚至于 中平会也好 中职会也好 几个跟黑金 那有关的 下一届 或者从现在开始 你就不必与会 那 赖金德虽然没有办法 动刀 但是 至少他意识到了 他认为说 既然你们会成为 大选的独流的话 那我现在先用 巨见法 把你搁置一下 等到大选完了 再来谈这件事情 至少在我任内 那你不能来开会 不能介入党权 那第三个 我们可以说 历任的民进党的党主席 其实对民进党来讲 他的向心力 是非常非常的强 这跟国民党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说 民进党认为 2024是生死交官的一战 这一场战 如果成功 国民党极有可能 成为一个永远的在野党 如果民进党失败的话 你赖金德跟蔡英文 全部赔进去 所以 他们为了防止国民党 重新拿回执政权 他们会支持赖金德的原因 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些历任党主席 我们讲有一个特色 平常可以大明大放 但是生死交官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致对外 这个是民进党的特性 因为我跟民进党之间 从1983年开始 到现在 我很了解他们的党性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王世坚 他要选中正万华 但是说 他说黄珊珊如果他来选的话 黄珊珊如果他来选的话 他将不参选 可是到了最后 他认为党要礼让林长佐的时候 他也宣布不参选 可是各位看看 国民党 地方型的政治人物 都跟斗鸡一样 都在同温城里面选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党的性格 真的是不一样 难怪说 国民党是民进党的对照 民进党 现在败选以后 已经把战场清理的90%了 而国民党的战场的摊子 还放在那个地方 不知什么时候清理 所以我们看台湾的选举政治 他有的时候他好玩的地方 就在这里 就是说 当陈水扁的贪腐案 你很多人认为 民进党16年将无法 好战起 他被国民党打趴在地上 那事实上 我老早我就讲过了 两个原则 一个叫做六年魔咒 就是说任何 居大卫的人 他在第六年的选举是最重要 我在网络平台跟视频 我也讲了很多 这个魔咒 截至目前为止 它还是非常有效 那第二个 选举要得胜 你就要看 谁有能力 短时间清理战场 再战 而不是在那边 拖拖拉拉 久拖不绝的结果 你把党的声势 把政治人物的声誉 完全陪送进去 这个就是 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的 对照 国民党跟民党